煙起說那個是燒香蕉 熊熊大火烈焰把天空照得通紅 火石而不斷竄出吞噬鐵皮工廠 大批消防人員赶到現場拉水線灌救 但火勢實在太過猛烈 只能在一定的安全距離之下灑水控制 火勢一度延燒就怕持續蔓延 趕緊進駐大型機具破壞鐵門 加速救援精度 2號晚上7點半 新北市盧州復興陸一處工廠 傳出火警 火勢太猛烈 更波及三間工廠 尤其其中一間是木材工廠 裡頭有大量易燃物 還有周遭工廠也有紙類 甚至化學溶解 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最怪是做鐵劍 還有劍材 還有紙板 橡胶 所以剛才火勢很大 包括裡面有放甲本 跟這個財源行 那在後面有時間動工廠有12棟 所以我們出動156名警消 跟56部各式的消防車 好的 虎市在延少一個半小時之內就順利撲滅 工廠員工也早就下班 沒有人員受困傷亡 起火原因還有在進一步釐清 暗夜駐熔連毀三間工廠 損失恐怕難以估計 記者 陳正茂 何慰蓉 SNG小組新媒體報導